你知道美国一级足球运动员 配备美女营养师 一天的训练能有多拼 早上8点30分 今年22岁的罗纳尔多已经起床 目前是美国的佛罗里达国际学校足球队的一员 他来自葡萄牙 学校的宿舍不会太豪华 一人一间还算凑合 8点50分 出发吃个早餐 学校面积不算太大 跟深圳大学差不多 但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 你基本上看不到有什么人在马路上闲逛 作为迈阿密第一所公立大学 也是美国排名前50的公立大学 每年支出超2亿美元 来到餐厅后 通常这里都是以自助餐的方式 水果面包都有 任你挑选 而足球队员在饭堂吃饭都是免费的 只因这里体育赛事发达 大大小小的大学球队都会有赞助商 早上9点 前往更衣室换衣服准备训练 在与队友一个一个打招呼后 就会来到自己的柜子 目前他在校队里 踢的是边风位置 还是颇有挑战性的 9点15分 即将迟到的罗纳尔多不得不赶紧快马加鞭 坐上队友的小轿车飞奔到体育馆 不然就得受罚了 来到健身室 这里设施配备齐全 还有几个美女营养师 专门为球员安排训练前的食品 来到这里简单的放松5分钟等教练来 就开始集体训练 教练会根据不同球员目前的身体素质 来对每个球员安排不同的训练计划 有的会训练力量 有的会训练小腿增强爆发等等 而作为边峰的罗纳尔多则是全身都要训练 脚腕 大腿 小腿关系到射门的力量和加速能力 要负肌肉则帮助弹跳 背部和肩膀的肌肉则帮助比赛中的卡位 虽然很痛苦 但为了将来能去五大联赛 再累也是值得的 11点30分 魔鬼训练结束后 罗纳尔多的腿基本上不是自己的了 明天不出意外是走不了路 趁着现在还能走一走 他会跟队友一起来到足球场做一些简单的足球训练 要想踢好球 绝不是吃个海参那么简单 而是每天都要做无数个小训练 积少成多形成肌肉技 这种枯燥的训练一般人还真受不了 紧接着就开始传球训练 并且提升射门的精准度 作为边峰 除了盘带和速度 更重要的还是传终能力 为队友创造射门机会 下午1点 回到更衣室的罗纳尔多 会洗个澡然后就准备上课去了 而在学校的足球场内 除了校队 每天都有各自不同的队伍在踢球 即使是不起眼的球队 也依然吸引了非常多的学生进行观看 这可能就是体育大国的魅力吧 而且也是这个商业模式能走通的根本原因 晚上6点 课程结束后的罗纳尔多会回到宿舍 现在的他会准备吃个饭 然后跟朋友一起打个B球 这一天也就这样过去了 这里的人为了能完成梦想 成为一个足球的职业选手 哪怕是校队 打比赛的精彩程度完全不亚于某些联赛 一个纯粹的足球不应该加上各种条条框框 本来有意思的足球 却被你那点意思搞得不好意思了